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一個今天最新的畫面 這個APAC峰會上午是已經在泰國曼谷開幕了 各國領袖是陸陸續續抵達了峰會現場 那麼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他是最後一個現身這個會場的 他和泰國總理帕拉玉合照之後呢 這個峰會首場閉門會議 就在台灣時間今天上午將近11點鐘的時候正式開始了 那麼在台灣方面呢 派出的是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他也參與了這個開幕儀式哦 那麼當時呢 他身邊坐著的是這個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另外一邊呢 就是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那麼在這個會議的前一天呢 昨天晚間有一個這個迎接的晚宴 歡迎晚宴 張忠謀和李顯龍呢 也有互動交談 那麼至於今天呢 會不會和賀錦麗談到晶片相關的議題呢 也備受各界關注 那麼就要進一步的來看到哦 這是睽違三年APEC恢復了實體的會議 這一次呢選在泰國曼谷來登場哦 那麼剛剛也看到了 呃台灣代表派出的是張忠謀 他和他的夫人張淑芬呢 昨天傍晚就搭乘專機抵達了泰國曼谷 晚間的時候呢就出席了這個 APEC經濟領袖歡迎晚宴哦 這是代表團呢 今天凌晨公佈的一張最新照片 可以看到張忠謀在這邊 坐在他旁邊的呢 是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兩個人比零而坐 昨天呢 因為這個晚宴現場哦 當時這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還沒有抵達泰國 所以呢是由這個布林肯 還有美國的貿易代表 戴琪戴維出席這場晚宴活動的 那麼張忠謀呢 就坐在這個布林肯的旁邊 兩個人看起來呢 是有一番密切的交談的 這個APEC峰會呢 向來都被各國領袖認為呢 是一個各國之間打交道的好時機 那麼今年呢也是 張忠謀第五度代表總統蔡英文 第六度代表台灣 擔任這個領袖代表的角色 來出席APEC會議 但是因為過去哦 剛好呢 很湊巧的是 每一個主辦國呢 有一些因素 比方說疫情的關係啦 有一些緣故 所以呢張忠謀 實際參與實體會議的時候呢 除了這一次泰國曼谷之外 還有一次哦 是2018年在巴布亞 紐吉內亞的峰會 兩次登上這個實體的會議 那麼這一次呢 會不會和賀錦麗談到晶片問題呢 今天大家也在關注哦 那麼對於張忠謀來說 這是他第六次參加APEC了 他開玩笑的表示呢 自己對於這個APEC會議程序 已經很熟悉了 恐怕呢有一些領袖 都沒有比他清楚 那麼在這個機場談話的時候 他昨天是重申說 他會表達 呃轉答 蔡英文總統呢 先前提到的三個重要立場 為台灣來發聲 有哪三個立場呢 這邊稍微整理出來一些重點 第一呢 是要向這個APEC的成員訴求 我們必須要正視區域內的意見分歧 在貿易的自由開放還有公平競爭之間呢 還要在這個供應鏈安全跟效率之間 取得一個適度的平衡 第二個部分呢 是要讓各國更重視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 尤其是這個半導體業界哦 具備的關鍵影響力 那麼同時呢 也願意和區域夥伴合作打造一個安全 可以信賴又有韌性的產業供應鏈 第三點呢 是要展現台灣 在追求經濟永續發展的決心和努力 包括如何面對這個氣候變遷啦 要推動綠色轉型 還會提升勞工的福祉女性的權益 還要對弱勢的照顧 另一方面呢 還有一個焦點人問在這一次的APEC峰會上 就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才剛剛參加完這個G20峰會 就馬不停蹄從柬埔寨飛到泰國曼谷了 因為呢 這一場APEC峰會他也要參加 那麼在昨天呢 其實習近平一口氣就見了好幾國的領袖 包括了有這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啦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還有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尤其呢 是這一場中日領袖的會面 是睽違將近有三年的這個時間了 昨天兩個人一談呢 就是40分鐘 那麼岸田文雄在會中是再次重申 臺灣海峽和平還有安定的重要性 一起來聽 自民主意的共和平衡 競技能聯合成的小馬可氏 今回は、習国家出席人初めて 対面で開談を実施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習主席党は昨年10月初に 原馬開談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大変有意義な意見交換を通じ 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日中関係を構築 という大きな方向性について 一時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その後国交政策が50周年を迎える中 新型コロナの影響があるもの この両国間の交流は着実に回復されてきています 50周年記念日の9月29日に 新主席との間で非常にど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を 交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現在20関係は様々な協力の可能性とともに 多くの課題な提案にも直面をしています 同時に20両国は地域と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反映にとって 共に重要な責任を有する大国を持っています 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日中関係構築を 双方の努力により加速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本日は習主席との間で そのために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う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我的高姓和安全文書の首相の選挙を直接検定 先年10月の宇宙人首相以来 我們通過多種方式を保守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日前 宇宙の大国選 連任委員会の組織組織組織の方向を核電 我對此事も感謝 今年中日双方共同記念的方向正常化 50年来 双方先入大臣四個政策文件 和一系列重要公式 各有的交流合作成果蓬首 海外の毛便一位 台見は一部下閉間物物では 国民を支出渡 счит最終 うど政府の新だと 大船組織組織組織に 對亞洲和世界重要國家 擁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 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沒有變 也不會變 我也同一道 擁持政治家的責任擔當 戰略條路把握好兩國關係的大目線 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共同關係 好 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外 昨天還包括了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還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也都分別和習近平有舉行會談 當中南海問題也成為了大陸 還有這些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主要議題 那麼在跟這個小馬可氏的會談當中 雙方是深入探討了南海問題 習近平是表示說 這個雙方要堅持友好協商 妥善的處理分歧爭議 只要海上關係保持穩定的話 中非關係的大局也就會跟著穩定 那麼在新加坡的部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習近平會晤的時候 兩個人是談到了要提升雙邊的貿易關係 習近平就重申要儘快的完成 兩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升級的後續談判 強調呢堅決反對脫鉤鍛鍊 小院高強 而至於李顯龍方面呢 則是希望可以推動兩國在蘇州 在天津重慶還有廣州的一些合作項目 因為他也認為說呢 中國大陸崛起是不可阻擋的 一個強大友好的中國大陸呢 將會為地區甚至是世界帶來積極的影響 那麼今天呢 習近平則是會和這個紐西蘭的總理阿爾登 舉行會談呢 所以外界就預期呢 可能會談及台灣以及這個 俄烏戰爭等等的議題 一起來看 APAC經濟領袖會議前一天 習岸會率先進行場邊會談 這也是中日元首睽違三年首度會晤 我很高興啊 和IPM的軍事主向先生先生 直接檢定 雙方會談過程36分鐘 習近平提到台灣問題必須妥善處之 會談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當面向習近平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對大陸公務船屢次進入釣魚台 列舉表達嚴重關切 APEC高峰會上 習近平透過書面發表演講 指出亞太地區不是誰的後花園 不該成為大國角度潮 也不該搞新冷戰 APEC另一大焦點就是台灣代表張忠謀 17號晚間與夫人張曙芬聯媒出席晚宴 東道主泰國首相帕拉玉夫婦親切歡迎 雙方也一起合照 晚宴上張忠謀和美國國情布林肯 碧臨而坐兩人密切交談 而這也是張忠謀第六度擔任APEC領袖代表 與十多國元首自然互動拉近距離 記者綜合報導